大家好 土工包子国又搞了一些旧词,又开始吵,很多人看不懂 有人给我写邮件说要让我解释解释,分析分析,扯吧扯吧 说西包子怎么突然这个病还没完全好呢 又开始喊了一个所谓的西部大开发 觉得很扯淡的一个事情啊,为什么呢 因为西部大开发这个东西是当年老江搞的是不是 老江搞西部大开发,完了以后呢,胡锦涛温家宝搞东北大开发 凡是这种大开发搞着搞着最后是都挠命伤财的 为什么要搞这些东西,关键是这个西包子这个人呢 他是不大对付老江的 老江玩过的事情,你又跟着玩干什么呢,你有点心意行吗 很多人就表示就特别懵圈啊 西包子想干嘛,西部大开发 西部大开发到底干什么呢 是不是搞不清楚 这里面就要分两个意思跟大家讲讲 就是我们 看土工中国啊,有一些个尝试的 我这边有的时候虽然扯扯扯,有时候给大家扯点尝试 就是开发开发开发,就是政府搞经济呗 是不是 开发一般都是两种情况嘛,开发什么呢 开发经济,经济大开发 是不是 以前我当小公务员的时候,每一个县里面都有开发区 是不是 这个开发区就相当于那个县里面的特区 哎 说这个 中国有一特区嘛,深圳嘛 是吧 邓小平在 在在在在在在 深圳画了一个圈 是不是 完了以后,深圳就搞起来了 叫开发 深圳大开发 所以每一个县里面都有个开发区 每一个开发区都是一特区 这是土工中国过去40年的一个套路 但是是个很傻叉的套路是不是 所以你会发现 全中国人 共产党40年一年都搞大开发 都搞特区 但是你能记住的特区就有一个 就深圳大开发 深圳特区 其他的所有的特区 县里面的特区 市里面的特区 省里面的特区 包括 这个温家宝搞的特区 是吧 包括胡锦涛搞的特区 包括江泽民搞的特区 全都卸菜了 就江泽民 就习近平 就邓小平搞的特区是成功的 邓小平搞的两个特区嘛 两个开发嘛 一个是深圳大开发 是不是 一个是浦东大开发 这两个东西为什么会成功呢 很简单嘛 深圳旁边有香港嘛 本来那个地方就早就应该要起来 不是共产党里搞什么开发开起来的 是市场 你如果没有共产党 添乱 你如果没有共产党 在里面修一个隔离墙 那个地方 他妈的50年前 甚至100年前 就会去发财了 轮不到你共产党搞什么开发 那浦东这边也是 浦东对 浦东对面就是 南京路 是不是 就是外滩 你如果不是共产党 傻不拉西的搞什么 计划经济 不是共产党 傻不拉西的搞什么 他们的管制经济 浦东那边早就发财了 不是你邓小平多聪明 而是市场 聪明 你个内耀平有没有有点价值有点价值 就是你终于承认你他妈自己添乱 现在不添乱了 就这么简单 政府只要不添乱 该起来的地方肯定会起来 你说对不对 你看那个胡锦涛那个老傻逼搞了一个天津 滨海新区大开发 你现在去滨海新区看看 毛都没有 鬼都赶不出来 完了以后温家宝这个老傻逼在那个河北 天津和北京的三个地方交界的地方 叫曹飞店 搞了一个津津计 大开发 是不是 一片鬼城 浪费了他们的几千亿 人在那儿 鬼都没有 是不是 鬼都不愿意在你坐窝 然后 西包子搞了一个 熊安新区开发 是不是 那他们的除了长草 啥也长不了 完了以后温家宝和胡锦涛一年时候搞了个东北大开发 矛盾没见 花了一堆钱 一堆贪官赚种了 所以这个开发 它就是开发两个东西嘛 咱一定要有点知识啊 我有时候扯着扯着 本来我是扯闲片的 一讲就讲严肃了 一个就是开发经济 你发现没有 我跟你举了一堆例子 你一听你就明白吧 还有一点是开发技术 技术这个东西 它依靠个人 二靠公司 跟政府 你毛关系都没有 政府搞的所谓的开发技术 纯粹就是脑部品商财 纯粹就是一堆人在骗钱 你开发芯片你开发出来了吗 是不是 细胞子天天喊芯片 你天天开发大飞机开发出来的吗 瞎他们扯 是不是 所以有些事情呢 中国人脑子进水 听不懂 看不懂 然后就被细胞子骗 被共产党骗 你这会有搞什么 西部开发 那江泽民搞过西部开发的 有毛用吗 为什么现在要搞呢 细胞子肯定有别的意思 我也是刚刚听 听我的朋友跟我说的 说细胞子呢 为什么要搞西部开发呢 他其实压制有他自己的算计 他说的跟做的 他不一样 说这个细胞子生病了以后呢 土工中国高层的有些人呢 就建议 可能觉得机会就到了呗 就想搞点事 控制一下细胞子 军队这边有些人被细胞子整得不要不要的 也希望能够借此能够 反制一下 然后呢 就出现了我们造谣传谣所说的这个细胞子和军方较劲 是吧露宿水手 现在细胞子看来又赢了啊 至少战时没死 但是军方呢也说明有有有存在 的的确确存在这个反系的力量 你想想吧 细胞子抓了那么多军人 十几条狗他也要过来反咬一口啊 哪有没人的呢 只不过是那帮孙子比较怂 说习胞子和军方在较劲的时候 在博弈的时候 在你来我往的时候 说习胞子在病床说大不了老子去西部搞根据地 老子去西部去搞一场地道战 是不是 就他就这帮孙子都是这样子的 现在中国的这帮人呢 这帮所谓的常委呀 97个常委有6个都是文革的知识青年 知识青造反派 是不是 连王沪林都是知青 所以你说这个国家怎么搞得好 他们就是用宠货 什么根据地啊 什么地道战啊 就连我这个年纪的人我都不大熟悉什么叫根据地啊 要不是读了基本共产党的那种傻逼的历史教材的话 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不是 但西包子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当时他爹和刘志丹他们在就是陕北搞根据地嘛 哎他就觉得这套东西对他有利 如果把他逼急了 现在中国有两个西包子有两个麻烦 一个是他担心土工的军队里面有人要搞他 第二个呢 是他担心这个 西方的敌国主义北约啊 日本啊 美国呀 台湾啊 这帮人呢要搞他 是不是 所以他拼命的跟普京抱腿抱在一块 以为普京能够救他的狗命 说不定普京有一天要搞他呢 所以他就想大不了老子去西部搞根据地西部人多 是不是 地多人少 是不是 空旷 反正这个你放一个原子弹你也炸不死我 我他妈躲在地道里面你我怕什么呢 我怕你来 还说哪一场地道战 是不是 他是这么一个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在西部也要建立一个安全的堡内 要把所有的这个 指挥中心 所有的这个所谓 牛逼轰轰的这个 就避难所 共产党高层的避难所 以前都是放在北京的 放在香山的 一头猪都知道 香山就这么点山是不是 就那么几百米高是不是 我一口气就可以爬到山顶 你 你搞一个现在都有钻地导弹 一个导弹钻进去把你下面的所有的这个 那个的所有的地下指挥所就给你轰 轰没了是不是 大家记得当年的这个南斯拉夫的大使馆 是不是 搞 但是你如果搞到西部去就没那么容易把你干掉了 所以细胞子是这个意思 现在目前的细胞子就是几个战略的 第一呢就是在党内的继续 看能不能够跟军人呢再能够 过过招 第二呢就是抱紧普京的粗腿 担心如果普京 如果突然有点翻脸了他就去去去去吃不了就兜着走了 第三呢就是 自己带着一帮太监的躲在西部 关键时刻啊 关键时刻躲在西部 保命 是不是 这个东西很正常嘛 你像当年这个 清朝被八国联军打的没地方跑的 也是往西边跑的嘛 毛泽东他妈的搞 抗日的时候 国民党在前面 浴血混战 毛泽东就 共产党 周恩党就躲在西部嘛 这个东西你要明白啊 所以共产党搞什么 西部大开发 西包子又喊这个词 你千万不要犹太搞 在西边搞经济了 是不是 没有的事情 经济这个东西啊 他不是说你在哪个地方搞他去哪个地方起来的 经济这个东西取决于它的跟河流一样的 取决于河流 河水的流动 所以你人 人家人住 人居住 它是主水而居 聪明人都住在水边 是不是 为什么没有水边有大量的农作物啊 适合生长 适合耕种啊 你跑到西部那个了不拉屎的地方干嘛 现在有毛病吗 正二八斤的就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 大量的西部的人应该要迁徙 允许他们迁徙 来到东部 大家一起来赚钱发财 当官发财 死老婆 是不是 任何一个国家 这叫做什么 这叫城市化 一个国家的城市化 是一个国家的标志之一 所以我说我以前在北京写文章 我就跟他们吵过 我说 一个国家就应该要首先要城市化 城市化 你得允许人自由流动 允许人口自由迁徙 是吧 允许新疆的人 允许甘肃的人 临下的人 清海的人 跑到上海来居住 是不是 你看任何一个自由经济的城市都是这样子的 你说你 包括像日本 日本有一半的人口 居住在这个东京和大阪 还不止一半 韩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 居住在首尔 经济道 首尔经济圈 其他没几个人 都都是这样子的 人是逐水而居 逐财富而居 逐城市而居 你搞西部大海外干嘛 包子也当然有他的套路了 他准备打仗 打地道战 搞根据地 哎 蠢疯了都 谢谢